究竟是否去到美国的通胀那么强 因为开始质疑联储国是否有能力 在短时间压制那样东西 需不需要一个大手出击 去显示一下联储国的压抑通胀的决心 我想就算大家觉不觉得也好 市场已经反映了它要大手价 通胀40年新高 我没有记错 上个星期五出过CPI 最惨是什么呢 就推翻了之前的说法 我们加两次0.5厘 然后接下来不加了 通胀见顶了 将整个估计反转了 所以你看到近段时间美股 跌是真的很合理的 因为你价格先了不用加 现在你突然间就要把 不用加的东西先撕走 那就要跌 再价格先了 要再加多一点 那就再跌了 所以你看到昨晚也是 星期五跌了 星期一跌了 昨晚出到来小小弹 弹完都是散的 就是很合乎那个逻辑的 因为今晚才议息 那大家 你怎样会够胆去反抗 怎样拼呢 谁够胆买上呢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 议息前 就是你说开淡 或者不买货就很合理的 反而之后我怎样看呢 就是今晚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我想如果今晚加0.75厘就会好一点的 就是如果你说今晚仍是加0.5 反而反而真的会更坏 因为你的情况就是 你要加到0.5 我想这么说 市场觉得要加到0.75 才有机会禁止通胀 如果你仍是加0.5 给人的感觉就是 你会不会再拉长了战线 有时间才加加多少次 反而是难搞的 如果你说一下加0.75 那你反而叫做价格回市场的预期 那我想相对来说就会好一点 那但是 都是难搞的 就是说 因为上个星期 5出了CBI那么厉害的时候 那大家又会害怕 喂 未来6月调数怎样呢 就是7月公布的时候 所以我想 就是你说议息之后呢 我想都是反反复复 都是感觉上得要向下多一点 我自己看 是